EcoFar 在兩年之後會想到我 我今天進門的話我覺得還不錯 大家都滿親切的 這對我左邊的廖社長 也是桃園人 而且跟我一樣都住在三峽邻居 還有一個邻居你才想到我 此正給我的題目是講EcoFar 其實我不是經濟學家 但是因為EcoFarEcoFar 讓你們各位企業界每天晚上都想賺錢 大概很想都知道 如果透過EcoFar再來多賺錢 我講的結論可能會讓我們今天晚上睡不著覺 先不要怪我 因為你們請我來的 EcoFar是好是壞 我想今天大家其實也是想要聽一個答案 那我先講答案 我們再來講內容 我想EcoFar簽下來的時候 可以說是幾家歡樂幾家醜 就是對某些企業是好 但是對整體台灣是很壞 EcoFar繼續推動下來 那麼中國的產品 銷到這些國家可以領關稅 那當然就會貨長其流 那麼跟他簽的國家 貨品到中國一樣是領關稅 可是台灣不能跟這些國家簽 所以當中國的貨品到這些國家是領關稅 台灣的產品 Made in Taiwan的東西 還是要很高的稅 當然對我們非常獨立 所以馬總統是在這個壓力之下說 那我們先跟中國簽 那麼讓台灣的產品可以到中國大陸去 聽起來就是說很不錯 可是他後半段沒有告訴大家 當我們跟中國簽這個EcoFar領關稅的時候 我們的東西去大陸是領關稅 同樣的中國大陸的產品到台灣來也是領關稅 那請問我們的產品多還是中國大陸的產品多 是中國大陸的產品便宜還是台灣的產品便宜 所以我們可以有共度 因為他國家大 他的東西多 然後又便宜 所以我們固然 一部分產品因為領關稅去 可是其他的產品如果領關稅過來 所以我們傳統商業要戳得不好 所以基本原因就在這裡 三三三是因為胡錦濤國家領導人 跟馬英九總統 剛好他們的任期都在2012年要鞠躬下台 所以從今年算起還有三年 那我們是去年七月份就想 三年之內透過三個機制 國共兩黨 就是過去是聯戰跟胡錦濤兩個黨主席 那後來是吳火雄主席 還是跟胡錦濤 以後大概就可以馬英九主席跟胡錦濤 不共 再來海基海協兩會 也就是江城會 一個是我們的江明坤先生 還有陳雲敦 已經四次見面 很快的就要第五次見面 再加上去年成立的兩岸論壇 也許在座有沒有人被邀請去 兩岸人民的論壇 三三第二三 簽訂三個協議 哪三個 第一個 可以讓台灣跟中國經濟跟金融統合的 MOU跟ECFA的協議 剛剛我們簡單的講ECFA 簽完這個協議以後 接下去第二個協議 就是今年的重頭戲 你們不要看ECFA ECFA看今天的報紙 開始正式談 那麼預訂五頁 大概五二十年前就簽了 讓台灣跟中國其實就是蕭文長 副總統主張的一中市場 讓台灣跟中國市場合在一起 所以三三三 我的玉山週報在七月份就首先披露了 現在一路看來 到我最近讀了日本書一對比 今天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要辦一雙爭霸 不是我十八成年 可是我記憶八年副總統 也不是清財座副總統 對整個國家局勢 內政、外交、國法 本來就要非常認真 我已經知道 我只知道 台灣正在危機點 在民進黨兩千年執政以前 國民黨已經執政五十年了 所以國民黨在台灣建構的 盤根錯節 像一棵大樹 兩千年我們顯勝 然後 政黨分替 就像一棵樹 像一棵樹 就是那個小樹幹 斷掉而已 再來選舉的時候 他整個盤根錯節都在 最近的選舉我們看到 開始他們根都動搖了 是為什麼 司法抬頭了 他的盤根錯節 就是整個買票會選的系統都在 所以我很早就講 國民黨不會選就不會選 沒有回選就不會搖賺 買票啊 那為什麼需要買票 他知道根本賣掉 所以需要買票啊